与神为友 作者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翻译 李济鸿 第八章 第一部分 让我们温故知心吧 与神成为朋友的前三个步骤是 认识神 信任神 热爱神 是的 每个人都热爱神呢 这个步骤应该很简单 既然这么简单 为什么你们有许多人很难做到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才算爱你 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怎样才算彼此相爱 在这个星球上 第三个步骤也许不是太容易 因为你们从未听说过没有需求的爱 从未实践过没有条件的爱 还认为没有限制地去爱每个人是错误的 依照人类已经创造的生活方式 在所有时刻 与每个人有合一的感觉 真的会让你们惹上麻烦 你刚刚提到了造成这种麻烦的三个原因 你不妨将其称为三大爱的终结者 1.需要 2.期待 3.妒忌 当这三者有任何一个出现时 你们无法真正地去爱别人 你们当然也无法去爱一个三者皆有的神 然而这种神却正是你们信仰的 并且由于你们宣称你们的神这样并无不妥 你们也就认为你们这样也并无不妥 所以正是在这种环境中 你们试图创造和维护你们对彼此的爱 在你们受到的教育里 神会妒忌 神有许多期待 神非常需要你们的爱戴 如果对你们的爱没有得到回报 他就会用永恒的诅咒来惩罚你们 这些教会如今已融入你们的文化故事 他们深深地根植于你们的心智之中 要将他们铲除得费很大力气 然而除非你们将其铲除 否则你们永远别指望能够真正的相爱 更别指望能够真正的爱我 我们该怎么做呢 要解决某个问题 你们首先必须先理解它 让我们逐步来检查这个问题的三个要素 需要是爱的杀手中最厉害的 然而你们人类大多数成员 并不懂得区分爱与需要 所以你们混淆了两者 日常搞不清两者的区别 假如你想象有某种身外之物 是你并不拥有的 而你又得拥有它才能快乐 那么你就是需要它 因为你相信你需要它 所以为了得到它 你几乎什么事都肯做 你将会努力获取你认为需要的东西 大多数人通过交易 这种方展示你们的爱的方式 因为你们接受的教育是 神就是用这种方式展示 祂对你们的爱的 神提出了一桩交易 如果你们爱我 我就让你们上天堂 如果你们不爱我 我就不让你们上 有人曾对你们说 神的作风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变成了你们的作风 正如你刚才说的 既然神是这样的 那么我这样也并无不妥 正是如此 因而你们创造了一个 每天将其付诸实践的神话故事 爱是有条件的 然而这不是真相 这是迷思 它是你们的文化故事的组成部分 却不是神的实在的组成部分 实际上 神不需要任何东西 因而不要求你们给他任何东西 神怎么可能需要某样东西呢 神是万物 是一切 是不动的动辄 是所有你以为神需要的东西的来源 要明白我拥有一切 我就是一切 我什么都不需要 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能认识我 认识你是与神为友的第一个步骤 是的 一旦真正的认识我 你们就能开始破除各种关于我的神话 你们会改变你们对我的身份 和作风的认知 而一旦改变对我的作风的认知 你们就会开始改变对你们的作风的认知 这是脱胎换骨的起点 这就是你们和神的友谊要做的事 祂让你们脱胎换骨 听到这里 我很兴奋哪 没有人曾向我把这道理解释得如此简单 如此清楚 那么你要认真听 因为接下来的解释是最清楚的 你们是照神的形象和模样被创造出来的 这个道理你们向来明白 因为这也是你们受到的教育 然而你们弄错了我的形象和模样 因此你们弄错了你们可以呈现的形象和模样 你们认为我是一位有很多需要的神 我需要你们来爱我 现在有些教会倒是不说我需要你们的爱了 改称我只是渴望你们的爱 他们说 我只是渴望你们会爱我 但不会强迫你们 可是如果我得不到你们的爱 就会无休无止地折磨你们 那渴望不就是需要吗 那算是什么渴望呢 所以呢 既然你们是依照我的形象和模样被创造出来的 你们认为你们经验到相同的欲望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们创造出许多类似电影致命的诱惑的悲剧 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我没有需要 我想要在自我之外表达的一切 均能在自我之内找到 这就是神的真正本质 这就是神创造你们时所依照的形象和模样 你们明白这个道理的神奇之处吗 你们领会到它的寓意吗 你们也是没有需要的 你们无需任何东西便能非常快乐 只不过你们以为你们需要 你们最深的最完美的快乐就在你们的内心 一旦找到它之后 你们的自我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它相提并论 也没有任何东西能破坏它 老兄啊 你又来重谈快乐源自内心的老调了 说了你别见怪 我怎么就没有这种经验呢 因为你没有去追求 你追求的是在你的自我之外 经验到你的自我最美好的部分 你追求的是通过别人去经验你的身份 而不是允许别人通过你去经验他们的身份 你说什么呀 能再说一遍吗 我刚才说 你追求的是通过别人去经验你的身份 而不是允许别人通过你去经验他们的身份 这可能是你对我说过最重要的一句话 这是非常本能的声明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 生活中许多至关重要的声明都是本能的 在你还没有了解他们为何以及如何是真实的之前 你便已知道他们是真实的 他们来自更深的理解层次 超越了证据 推断 逻辑 理性 和其他各种你用来确定某些事情的真假 从而确定它重要与否的工具 有时候你只要一听就知道某件事很重要 就像测试银壁真假那样 这辈子我总是听信别人对我的评价 我改变我的行为 更换我的身份 以此来改变别人对我的评价 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我 正如你刚才说的 我确实是通过别人来经验我自己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然而当你达到大师境界 你将会允许别人通过你去经验他们的身份 这是判断你看见的人是否是大师的标准 大师是能够看到你的真实身份的人 大师会让你找到你的自我 因为大师能够认出你 也就是说大师认得你 再次认识你 你因而认出了你的自我 你再次认识了你的真实身份 然后你对别人也做同样的事 于是你变成大师 不再追求通过别人认识你的自我 而是选择让别人通过你认识他们自己 所以我以前说过 真正的大师并非拥有最多学生的人 而是创造出最多大师的人 我如何经验到这种真相呢 我怎样才能做到不再需要外界的认可 在内心找到快乐的源泉呢 走进你的内心 要找到内心的东西 你要走进你的内心 如果不走进你的内心 你将会一事无成 这句话你以前也说过 是的 所有这些道理 我以前都跟你分享过 所有这些智慧 我都曾给过你 你以为我会不让你及时听到 这些伟大的真相吗 我为什么要隐瞒这些东西呢 你不仅在你以前和神的交谈中 听过这些道理 在别的地方你也曾经听到过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揭示的话 那就是所有的道理都已经被揭示 连你也已经被揭示给你的自我 这个揭示是神给予你的 他埋藏在你的灵魂深处 只要你瞥见他 只要你惊艳到他 哪怕只是在电光石火的瞬间 你将会非常清楚地知道 没有身外之物能与心内之物相比 因外在刺激而起的感受 根本无法与内在的极乐相提并论 我再次告诉你 内心正是你的极乐所在之地 在那里 你将会再次议起你的身份 再次经验到 你无需你的自我之外的任何东西 在那里 你将会看到你的形象 那就是我的模样 终有一日 你对其他任何事物的需求将会结束 到时你终将能够真正地去爱 真实地去爱 你这番话说得真是有力 优雅而犀利 我常常被你打动 但请你再次告诉我 如何走进内心 我如何能够认识到自己完全不需要身外之物呢 只要安静下来 在禁忌中和你的自我相处 要经常这么做 每天都做这件事 如果可以的话 不妨每小时都做一下 只要停止 停止你所有的形式 停止你所有的思维 只要短暂地进入此在的状态 哪怕只是片刻 那将会改变一切 每日清晨 为你的自我抽出一个小时 在那个神圣的时刻 和你的自我相遇 然后开始你的一日 你的面貌将会焕然一新 你说的是入定吧 别受各种标签 或者做事方式羁绊 那是宗教所做的 那是教条想做的 别给这件事创造标签 或者成套的规则 你说的入定 无非就是与你的自我相处 从而最终成为你的自我 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 来做这件事 有些人采用的方式 就是你所说的入定 也就是安静地坐着 有些人采用的方式 也许是在野外独自漫步 趴在地上拿着蜡布擦石板 也可以是入定 这个道理许多僧人已经发现 其他人 来自外面的人 走进寺庙 看到这个景象 心里想 这种日子多么辛苦呀 然而僧人内心深处 是快乐的 是安详的 他并不想摆脱擦地板 他想再找一块石板来擦 再给我一块石板呀 再给我一块蜡布呀 再给我一个小石 让我趴在地上 鼻子离地只有六寸 我会给你最干净的地板 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灵魂将会被擦拭干净 所有认为快乐 需要灵魂之外的东西的想法 都会被擦拭 劳逸也可以是深深的入定 好吧 假定我已经发现 我不需要别人给我东西 就能真正的快乐 这会让我觉得 与社会格格不入吗 恰恰相反 这会让你更加融入社会 因为现在你清楚地知道 你不会有什么损失 会有损失这个想法 是最能阻止你们彼此相爱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你才会觉得爱我是很难做到 又很可怕的事 你受到的教育是 如果你不在正确的时间 以正确的方式 本着正确的初衷来爱我 我将会生气 因为我是一个会妒忌的神 人们这么对你说 如果不符合我的心意 你以任何方式给我任何形式的爱 我都不会接受 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法离真相更远 然而真相却未曾远离你的觉悟 我不需要你任何东西 所以我不索取 不想要你任何东西 也不命令你给我任何东西 我对你的爱是没有条件 没有限制的 无论你爱我的方式是否正确 你将会回到天堂 你无法不回到天堂 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所以你的永恒生命是得到保证的 你的永恒回报是有保障的 你在与神对话里说过 甚至连做爱 经验性的狂喜 也可以是一种入定 是的 但做爱的感觉 可不像是与自己相处啊 那是与别人相处的感觉 那你并不知道 处于真正的爱中是什么感觉 因为当你处于真正的爱中 房间里只有一个你 刚开始你会觉得 你是与别人相处 但接下来你会经验到 两人合为一体 变成了和自我相处的感觉 实际上 这正是整个性表达的目标 也是每种爱的目标 你真是有问必答呀 过奖啦 另外两种爱的终结者 期待和妒忌 又怎么说呢 哪怕你设法 从你和别人的关系 你和我的关系中消除了需要 你也许仍摆脱不了期待 期待就是你认为 在你生活里出现的别人 应该以某种方式行事 他们的表现 应该符合你的设想或假定 和需要相同 期待也是致命的 期待削弱了自由 而自由是爱的本质 当你爱某个人 你会给对方彻底的自由 让他们去做他们自己 因为这是你能馈赠给他们的最大礼物 爱永远馈赠最大的礼物 这也是我给你的礼物 然而你无法想象 我会把它送给你 因为你无法想象 如此伟大的爱 所以你认为 我肯定只给了你 做符合我心意之事的自由 是的 各种宗教也说 我会给你们自由去做任何事 去做出你们想要的选择 然而我想再次问你 假如你们做出了 我不希望你们做出的选择 我就会不停地折磨你们 永远地诅咒你们 我算是给你们自由了吗 不算 我给你们的是能力 你们有能力做出想要的选择 却没有做出这种选择的自由 除非你们不关心后果 可是你们当然都是关心后果的 所以你们够造出这样的理论 假如我准备奖励你们上天堂 那么我会期待你们 以我的方式行事 你们将这称为神的爱 然后你们将彼此安置在 这片相同的期待之地 并将其称为爱 然而这不是爱 这两者皆不是 因为爱从不期待任何东西 除非那是自由提供的 而自由并不认识期待 当你并不要求某个人 以合乎你心意的面目出现 那么你就能放下期待 期待消失之后 你便能爱他们的本来面目 但这要让你先爱上 你的本来面目才有可能 而这又以你先爱上我的本来面目 才有可能 为了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认识的是真实的我 而非你想象中的我 所以 你与神为有的第一个步骤是认识神 第二个步骤是信任你认识的神 第三个步骤是热爱你认识的信任的神 这只要把神当成某个你认识并且信任的人 就可以做到 你能无条件地热爱神吗 这是个大问题 过去你也许思考过这个问题 神会无条件地爱我吗 但关键的问题是 你能无条件地爱神吗 因为你只能以你爱我的方式 接受我对你的爱 哇哦 这句话也很重要 我又想请你再说一遍 我不能让这句话白白溜走 你只能以你爱我的方式 接受我对你的爱 我想这对人类的恋爱关系也是适用的 当然啦 你只能以你爱别人的方式 接受他们对你的爱 只要他们愿意 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方式爱你 而你只能用你的方式 接受他们的爱 你无法经验到 你不容许别人经验的 这将我们引到这次解答的最后一个要素 妒忌 由于你们对神的爱是带着妒忌的 你们创造了神的爱 也带着妒忌的神话 等等 你是说我们嫉妒你 你以为神会妒忌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们竭尽所能 想要独占我的爱 你们试图成为唯一的拥有者 你们凶神恶煞地宣称 我是属于你们的 你们宣布我爱你们 而且只爱你们 你们是神的选民 你们是受神护佑的民族 你们的教会是真正的教会 你们非常妒忌这种 你们授予给自己的地位 假如有人说 神仪式同仁地爱所有人 神接受所有信仰 拥抱每个民族 你们就会说 那是对神的亵渎 你们说神 只能以你们宣布的方式 爱世人 以别的方式 就是对神的亵渎 肖伯纳曾经说 所有伟大的真理 刚开始时 都是对神的亵渎 他说的对 这种充满妒忌的爱 并不是我爱的方式 然而这是你们 接受我的爱的方式 因为这是你们 爱我的方式 这也是你们相爱的方式 他正在残杀你们 我是说真的 你们热衷于相互残杀 自我戕害 因为你们有各种 妒忌的心理 如果你们爱别人 你们会对他们说 他们必须爱你们 而且只能爱你们 如果他们爱别人 你们就会妒忌 但是这还没完 因为你们不仅 妒忌别人 你们还会妒忌工作 爱好 子女 妒忌任何将爱人的注意力 从你们身上 引走的东西 你们有些人 甚至妒忌猫狗 或者高尔夫球赛 妒忌有很多形式 它有许多面目 没有一个是漂亮的 好 向江南 表辱不是 怯 虽然 是 优优独播剧场—— 寂寞 人